OK那麼 如果您覺得說 我實在在 這個 網路上這樣比較慢對不對 沒有關係我們剛剛不是有幫各位準備那個desktop就桌上版了嗎 您可以來這邊把剛剛那個軟體解壓縮以後 在這裡 把它軟體解壓縮我看一下我這裡 好解壓縮之後呢您進來這裡 有一個這個有沒有 直接點兩下執行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覺得在線上比較慢的你試看看用這個也是可以的 那一打開之後呢當然你還是要上網因為他會檢查一下你的那個什麼 要請你輸入你的帳號跟密碼 好因為像我這個已經過期了嘛所以我現在呢 叫他try again 好你看這裡有沒有帳號跟密碼 好所以就把你剛剛打的這個申請的帳號密碼打進去就可以再離線使用 這樣OK 好好那 等一下呢我們就我們還是先把這邊看完 那麼 我們要開始用這個press的時候 公寓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對不對 所以你還要準備幾個 簡單的軟體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 我們在做這個簡報的時候有用的 第一個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講這個desktop 有些時候你覺得我這樣用比較方便 當然 一個帳號 你沒有付費嘛 所以他那個是30天 就一個帳號是30天 你有兩種選擇 一個 付費 第二個 再申請一個帳號 這也可以啦 所以如果你臨時你覺得我就是在本機編輯比較方便一點 你就把它 好 那麼 再來 當然 因為裡面難免是會有一些土壤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準備一個就是像Photocab 這個我們最近這兩年沒有講過這個主題 以前有 就是影像處理的部分 這個Photocab是MIT的 台灣製的 影像處理軟體 那 不用安裝 也可以不用安裝 使用上還蠻不錯 等一下我們會有機會跟各位介紹 再來 我們在簡報裡面有些時候你會不會抓螢幕上的畫面 有些時候你可能要把螢幕上畫面秀給人家看啊 所以呢我們 這個我們就比較常跟大家介紹過 所以 曾經 來參加過我演習的應該會比較清楚的一個叫Picapic 這是在擷取螢幕上的畫面用的 那這個軟體的我放在 給各位的裡面 那再來 這個是 在做那個flash 相簿 如果說您的簡報裡面 剛好是必須要呈現比較多張照片的 比較多張照片的 除了說可以像我們這樣一個一個slide這樣放進去以外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個flash 那我現在給這個 各位的版本就是免費的 也不用安裝 反正做好之後就是一個flash的檔案 那它裡面就有一些 範本讓你去套用 所以你的那個 照片相簿的話 就不用一直在那邊跳來跳去的 就是在同一個 畫面裡面直接操作就可以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主要會用到的 那 剛剛我們 也用過這個了吧 拋棄式姓漿 不是我想要寫英文 是因為 prash雖然好用 但它有幾個 小的缺點 其中之一就是那個 中文 中文的字 有一部分 沒辦法打出來 有一部分沒辦法打出來 那剛好拋棄式的拋 打不出來 哈哈哈 我總不能氣勢姓漿 這樣怪怪的 所以就只好把它翻成英文 那 等一下我們告訴各位 如果你真的 我就一定要用這個中文 對不對 那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把它變成圖片 變成圖 就看圖說故事 所以我們用Photocab 就可以處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是 它有優點也有缺點 那再來第二個缺點 它當然就是 它的 中文的字型來講 就主要就是 那個像微軟正黑體那樣黑體 它沒有標凱或細明 所以說這個部分要 就如果你要字體上的變化 你還是要考慮用成圖片的方法 那第三個缺點就是 如果在我們這種 比較多人用的情況 網路速度很慢的 你會發現中文會打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中文的字型比較大 中文字型它必須要下載下來之後 才能夠給你用 它不是直接抓你電腦裡面字型 不是抓你電腦裡面字型 所以說 如果 我們在 網路速度比較慢的情況下 你 假設是要建立一個新的那個 簡報的時候 你會發現中文 可能會打不出來 所以這個是它 目前我們主要有 缺點的部分 我寫在那個 各位的那個新制度 左手邊那邊 好 OK的 那 這裡呢 還有幾個 是我們以前就講過 所以我用比較灰色的 把它列出來 包括 像你簡報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 對不對 我現在在用這一 畫筆 還有放大 然後以前我們有講過那個 這支 叫邊 對不對 這些都可以用 那其他的 待會有空再來 來介紹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我先來 簡單講一下 我們會 這個 等一下那個 中文字型的部分 我們先直接從這邊來 直接從線上 直接做好了 你看 你要做一個 新的簡報的時候 你從這邊 這裡 像我現在這個 點這個 你的 phrase 好 左手邊有沒有看到有一個 新的 對不對 好 點進來按 按 那這個呢 你稍微留意一下 待會這裡會有個畫面 如果你是教育版的 他這個畫面會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 我們那個 各位的 紙張的左下角有這個畫面 這表示說 恭喜你 你現在是500美感 你如果不是教育版的 就是只有這個在跑而已 中間那個Logo在跑 這樣清楚了 那 這個呢 我現在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 你如果想要用 這個版本 你就從這邊 直接建立也可以 OK 好我想 各位應該是用這個 比較快 做上版的 我先把畫面還給你 等一下呢 我們來看看說 你會遇到的幾個問題 好不好 我還是在這裏 好嗎 來吧 好嗎 我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